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在画面中 你认为左右两边的两个黑色的圆 是左边的黑色圆圈比较大 对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你认为哪一个黑色的圆比较大呢? 答案绝对会吓死你 我们稍后再公布答案 请继续看下去 嗨,大家好,我是凌凌 这个频道主要是关于说说自我成长 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内容 那就赶紧订阅我哦 今天这一集的内容 我们要聊聊大家最感兴趣的金钱问题 藉由这本金钱心理学 来探讨金钱还有心理学 这两者之间对于我们日常使用钱时 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看完这集影片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生活中 一切看似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果你不仔细思考 金钱就会从你的手中一点一点的溜走 那接下来我会举出五个 在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事情 其中所运用到的观念 可以打破你对金钱的迷思 学会如何聪明花费 一,你心中自带心理账户吗? 假设你今天获得了一万元台币 如果获得金钱的来源是靠辛苦工作换来的 你会倾向存下来 但是如果今天这一万元是中热透获得的 这时候你可能会拿一部分的钱去玩乐 甚至是把这一万元全部花光光 可是在你正准备要花掉中热透获得的一万元时 请先等一下 你想一下为什么同样是一万元 货币的价值与面额是相同的 却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呢?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每个人脑中都存在着心理账户 这个心理账户会影响我们对于使用金钱的决策 基本上我们所有的金钱行为都和它有关 明明这些金钱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我们却在最后把它们认为是不一样的东西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 我们会把辛苦工作所换来的钱 归类成辛苦工作的心理账户 而中热透所获得的钱 会认为是天上掉下来馅饼的心理账户 所以才会出现使用结果不一样的状况 为了避免容易被心理账户所影响 在你要任意挥霍的时候 你可以试着把金钱换算成其他事情的机会成本 比如说这1万元是你工作多少小时才可以获得的 或是你需要牺牲多少次甜蜜的约会次数 才可以换得这1万元 当你这么小的时候 你就能够比较克制的使用这1万元 2.你花钱会心痛吗? 当你在付款的时候 如果你的心里感觉到痛苦 就代表你现在正陷入花钱之痛 也有研究显示 当我们付款的金额越高时 脑中所产生的疼痛感会越强烈 不过 花钱之痛主要分成下列3种状况 分别是 使用前付款 使用中付款 使用后付款 每个状况所感受到的疼痛程度都不一样 先来说一说 使用前付款 也可以称作是预付 虽然事先付款的当下 会让你觉得很痛苦 但是好处是 当你开始享受时 你所感受到的快乐感 会提高好几倍 因为你不用去思考 在体验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 必须要花费多少钱 这个花费到底值不值得 所以这种付款方式 比较适合购买非常难得的商品 而且是能够让你留下难忘的美好回忆 比如说 蜜月旅行的时候 建议可以使用预付的方式 才能够让你留下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再来是使用中付款 也就是在购买当下立即付款 这个痛苦程度是最高的 也是许多金钱纷争发生的最主要原因 因为程度高的痛苦感 会严重的刺激大脑 容易让你处于一种不理性的状态 你会感觉到焦虑易怒 不过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 其实它是能够有效克制我们花费的金钱数量 因为花费当下的痛苦 会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现在正在花费 所以为了减轻痛苦 就必须要尽量减少花费 这种概念反而有助于省钱、储蓄 所以如果你经常觉得存不到钱 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第三个状况是使用后付款 最好的例子就是信用卡 这个让我们又爱又恨的塑胶卡 可以在我们购买完之后的一段时间才付款 减轻我们花钱之痛的程度 甚至会让我们误以为 我们好像没有花钱一样 而我们对于金钱消费的概念变得很迟钝 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就花了一大笔钱 甚至购买了很多原本你不需要用到的东西 虽然信用卡很可恨 但是它也是有非常多的好处 比如说在购买房子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向银行借贷更多的钱 所以它才让我们又爱又恨 不过你其实也可以和信用卡和平相处的 就是将每一笔的花费记录下来 让这些付款数字帮助你意识到 你现在其实正在花费 才不会不知不觉的让钱流走 那么以上三种不同的付款时间点 其实都各有它们的优点与缺点 并不是说一定是只能使用哪一个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状况 选择不同的付款方式 如果你需要享受难忘的蜜月旅行 你可以选择使用前付款 让你好好的享受与爱人之间的相处 如果你想要克制自己冲动购买的欲望 你可以选择使用使用中付款 让疼痛阻止你消费 如果你不想要带太多现金在身上 你可以选择使用后付款 比如信用卡 3. 失去的痛苦指数比得到的高 当我们失去的时候会感觉到很痛苦 获得的时候会感觉到快乐 这个概念被称作是损失区币 有点像是花钱之痛 不过痛苦的程度通常是获得的两倍 也就是说失去的时候会感觉到非常痛苦 当你获得的时候只会觉得一点点快乐 最有感觉的例子就是在动手术的时候 假设护士告诉家属 这个手术只有20%的存活率 与80%的死亡率 如果你是家属 哪一个说法你会比较愿意去动手术呢? 研究显示当护士告诉家属有20%的存活率 愿意尝试手术的几率会比较高 但是其实两个说法都说明同样一件事情 给人的感觉却差异很大 因为损失的痛苦比获得的实在高出太多 所以下次在说话前可以先想一想 如何应用这个观念述说一件事情 或许事情就如你预期的进行 4.你的想法会受到过去所影响吗? 当我们无法评估 或者是不知道某样东西的价值时 我们就特别容易受到过去的认知 或是当下得到的提示所影响 而且无论这些认知或提示 是否能够帮助你做出更好的决定 最后都会影响最终的决定 这个概念就是订毛效应 比如今天你对车子的行情完全不了解 但是你想要买一台车子 这时在你面前有很多台车子 销售员会先带你参观价格最贵的车子 在你脑中就会订下一个毛 也就是你的脑中会根据这台车子的售价 来决定你最终要购买哪一台车子 接下来销售员又带你去看另外一个比较便宜的车子 而性能也和之前的相差不多 这时候你有八成的几率会买下这台比较便宜的车子 然后当你买下的时候 你以为买了一台便宜又厉害的车 其实你已经掉入销售员的定毛效应 所以如果我们对于商品没有概念 就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想法引导 为了避免掉入别人的陷阱 事前最好先查清楚 一般市面上对于这个东西的评价与价格如何 才不会被商人牵着鼻子走 5.看辛苦程度,确定价格的公平性 假设你今天下班之后 忘记带钥匙,被关在家门外 没有人可以求救时 你找了一名锁匠帮你开门 结果锁匠只用了两分钟的时间 就把门锁给打开了 这时锁匠告诉你 这个费用是2000元台币 比行钱价贵上一倍 这时候你会心甘情愿的付钱吗?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带有怨气的付款 因为可能都会认为 锁匠师傅是用轻松的两分钟的时间来开锁 对师傅来说根本是轻松简单 所以费用应该不用这么贵吧 但是如果今天锁匠是花了30分钟才开锁 结果大部分的人都很愿意支付2000元的费用 这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看辛苦程度来决定支付的价格是否合理 可是我们却没有去想到锁匠能够在两分钟就轻易的开锁 这个功夫是需要经过过去上千次的开锁经验 才能够有现在这样子的能力 但是这样子的过往经验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如果锁匠能够静下心来告诉对方过去花了多少时间练习开锁 把过往的一切公开透明化 就能增加在两分钟内成功开锁这件事情的价值 基本上客户都很愿意支付2000元 甚至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无理取闹 所以反观来看很多品牌铺饰 大多都是利用这种资讯公开透明化的方式 让消费者提高对这个品牌的认同感 产品的价值就会提高 相对的价格就会上涨 上述五个生活画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理所当然 但是仔细探究之后才发现里面都有很深的道理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在画面中你认为左右两边的两个黑色的圆哪一个比较大呢? 是左边的黑色圆圈比较大吗? 其实答案是两个黑色的圆一样大 但是因为有旁边其他灰色的圆 来凸显出黑色圆的大小 让我们误以为这两个黑色的圆是不一样大的 同样的概念应用在使用金钱购买东西的时候 商品的品质都是不变的 但是在我们的认知程度里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就像是画面中会受到其他因素来影响这个黑色圆圈的大小 为了能够很快的判断出这两个黑色圆圈的大小 是否一样? 最快的方法就是将旁边灰色的圆圈给遮掉 也就是说在我们使用金钱的时候 如果能够仔细的分析这个商品所拥有的价值 就不会这么容易被其他因素影响我们的判断 这本书所讲到的观念虽然是以金钱为主 但是其实也应用到生活上的各种事物 所以不管今天你是不是要探究人们对于金钱的行为 这本书都非常值得推荐给你看 一定能够带给你很多启发 那在一开始的问题中 我很好奇你最初认为这两个黑圆圈是一样大的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这个频道主要是关于说书、自我增长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全部的小铃铛 记得是全部的 让我伴随你一起学习增长吧 我是丁丁 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